拉伸毛具当中什么最重要 其实拉伸系数 也就是说初次拉伸 二次拉伸 只要产品拉进去了 后面的其实都好说 因为像我们这种电气壳的拉伸 从前面第一步到后面整形 不管分多少步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关键是它拉伸的系数计算 包括料袋以及定位 到最后产品出料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的出料有点意思 它不是采用正规的旋径结构 那么大家知道这种产品的落料 是采用什么方式落料的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记忆留言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记忆碼 Й关节 erstmal 那个 双方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